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 欢迎收看《杏林在线》 大约夏天 大家可能很习惯开冷气 室外这么热 室内有这么冷 温差挺大 中医如何看待冷气呢 今集请来基督教联合拿打素社康服务注册中医师 雍廷耀 和我们谈谈开冷气对身体的影响 雍廷耀 您好 汪文斯 您好 雍廷耀 香港就出名热 那么这么炎热的地方 在中医的角度 对我们身体会有什么影响 热的天气 会令我们的体温上升 如果我们得不到很好的排汗和降温 其实很容易中暑 如果 例如 人们天气热 亦都会喜欢贪量 喝冷 即喜欢炭冷气 或者喝冬东西 如果喝冬东西 或者冷气多 就会损伤我们身体正常的阳气 就很容易出现一些肺细的疾病 或者脾胃的疾病 例如感冒 胃胀 胃痛 輻射 这些疾病 会出现 刚刚提到 这么热的话 排汗排得好不好到我们很大影响 在中医的角度 如何看排得好或者排得不好 排汗都有分排得过多 或者排得过少 有些人体质比较壮实 排汗就不是排得那么多 可能就会影响到 散意的功能 通常如果 吹了冷气之后 他的毛孔就收缩了 收缩了之后 亦都会影响到排汗 有时不单止受汗 亦都会影响到身体排汗 可能会发烧 会出现这些感冒症状 排得汗多的话 会导致我们容易出现唏嘘 唏嘘的病人自然就抵抗你会弱 抵抗你弱的时候 又很容易再感受到一些寒邪 又导致他容易感冒 如果排得汗多或少 其实分别代表他们的本身体质 或者会不会是一些 壮腑出现的问题 刚才所说 如果排得汗多的话 多数都是一些 唏嘘的病人 会有这样的情况 在夏天很多人都会 喜欢去商场 或者在家里自己享受冷气 在中医的角度 其实不是会有些 扰暖了我们的身体 享受冷气 享受多就不是那么好的 我们中医在皇帝内经的时候 有一句说话 就是凝寒饮冷则伤肺 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常常感受到寒邪 常常都享受冷气 令身体受凉 又或者喝很多东西 就会损伤我们的肺脏 会出现一些肺系的疾病 例如感冒、鼻敏感等症状 这些疾病都会容易出现 刚才说到皇帝内经 按照当时出这句典籍的时候 应该没有冷气 古时为什么会有类似的问题 古时天气热都会有 人都会找方法去帮自己降温 现在有冷气病 或者有动饮 但是那时候可能也会 喜欢去一些阴凉的地方 去乘凉、避暑 有时候你休息的时间 可能没有做好预寒 或者时间过长的时候 都很容易受凉 又或者古时的人 为了降温 可能会用水去淋身体 去降温 看出当风 或者你淋湿了身体 再吹到风 那就很容易受寒 会出现一些肺气 或者脾胃的问题 会出现 说回我们今天的主题 冷气 究竟是否真的有冷气病 冷气病 其实是现代人作的一个病名 其实指一些 因为碳冷气 而出现的一些问题 例如会受凉 出现肺气 上呼吸道的问题 或者受凉 而出现一些脾胃 腸胃度的一些问题 即是长时间吹冷气 呼吸道 大家可能容易理解 为何会可能腸胃的 都会影响 我们终于有说寒邪直重 容易令到寒邪 例如我们如果晚上睡觉 没有蓋皮 对着风扇吹 或者对着冷气吹 我们吹到肚子 很容易令到脾胃受寒 而直接令到脾胃功能失调的疾病出现 寒邪直重是什么意思 即是寒邪会直接伤害我们的脾胃 直接令到脾胃功能失调 所以可能有些被子遮住 就比风扇或冷气风吹 没错 这些就是外邪直接影响到脾胃 我们可能平时比较多的是透过饮食 可能喝冬东西 喝冰水 那些是透过饮食 进入到腸胃 令到我们的腸胃受寒 另外除了整天都会吹很长时间的冷气 另一个是香港很独有的特质 就是外面可能很热 但一到室内 是很冷的 其实长期这样 又热又冷 是否会增加我们俗称涉亲的风险 都会的 要看回人 如果是一些体质比较虚弱的人 如果是一些体质比较虚弱的人 他进一些在冷热交替的环境里面 常常这样穿梭的话 他的身体抵免不了外面这些寒邪 或者环境的变化 那就很容易会产生疾病 所以我们需要透过去增强自己的抵抗力 增强我们的正气 去预防这些疾病发生 譬如可以做些什么呢 我们可以透过自己的中医方面 可以透过去了解自己的中医体质 包括了现在政府 常常都推行的地区看见中心 基层医疗 都是透过预防疾病 去令到我们增强自己身体的抵抗力 中医常常都说 正气存内邪不可刚 其实都是很着重那个正气 人体的抵抗力 如果我们的抵抗力够强的话 其实产生疾病的机会率也会小了 刚刚医师也说到 长期吹冷气可能会透痛 颈痛等等 知道医师今天也准备了一个穴位模型 可以说一下分别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 可以按什么穴位 我们可以按几个穴位 去帮手舒缓刚才所说的症状 第一个穴位就是太阳穴 太阳穴 太阳穴有通落止痛的作用 对于我们的头痛或者偏头痛 按摩一下它 也有舒缓的作用 第二个穴位就是迎香穴 迎香穴 就是在我们的鼻液外側 在鼻唇溝里面 这个穴位就有疏风通敲的作用 如果我们出现因为冷气吹得多 而出现例如鼻塞 流鼻水 鼻歌痕的症状 我们也可以按摩一下穴位 有舒缓的作用 第三个穴位就是在颈后面 这个穴位就叫做风池穴 风池穴是我们后枕后面 有两条大根 在两条大根的外側的地方 又是有凹痕处 这个地方就叫风池 它有驱风散寒的作用 例如受寒之后 颈紧搏痛 就可以按摩穴位 可以得到舒缓 每一次按多久 或者多久要按一次 按摩穴位保健 不会像我们做针灸 有一定的时间 或者一定的深度 通常我们都是用我们的指幅 按压在刚才所说的那些穴位上 轻轻地按摩一下 达到有一个酸酸脏脏的感觉 就有一个刺激的作用 每一次可以按10至15分钟 这样都已经达到一个想保健 刺激越位的作用 其实每一年 明天到夏季 是不是都会多了很多人 是因为冷气的问题来求医 都会的 特别是一些流感的季节 又或者踏入夏季 天气比较热的时候 那些人就会贪量饮冷 可能吹得冷气多 冷亲 就会过来看感冒 所以我们平时都会把感冒分类型 不像现代医学那样 只会有一种感冒药可以吃 我们会把中医看感冒 最起码分为两种类型 一个是风热 一个是风寒 所以我们会把感冒分为两种类型 然后这样分别去治疗 风热和风寒分别代表什么 两种不同的阵营 即感冒 例如风寒 病人除了有感冒的症状之外 头痛 流鼻水等症状之外 他可能怕冷会更重要 或者出不了汗 这些病人我们会用 驱风散寒的方法去帮他 另一类的病人就是风热的病人 这类的病人 除了有感冒症状之外 他可能伴随 还有一些热气症状 例如喉咙痛 口干 会发烧 怕热多些 我们就会用一些疏风清热的方法去帮他 就着冷气病本身 是不是风热和风寒都有机会 没错 视乎病人的体质 如果是偏寒底的病人 受了寒之后 他就会偏向于发风寒型的感冒 但如果他是热底 有机会感受寒邪之后 会偏向于发风热的感冒 拆开一点 除了冷气之外 我们踏入夏天面对另一个问题 可能就是我们究竟应不应该冲冻水糧 在中医角度 怎样看冲冻水糧 在中医养生的角度 我们就不太建议人士去冲冻水糧 因为冲冻水糧 它本身冻水都是一种寒邪 它会损伤我们人体的静气 或者阳气 很容易会令到我们受寒 出现肺系的疾病 或者脾胃系的疾病 所以冲冻水糧 就不是一件那么好的事 在夏天和冬天分别 其实应该冲一个什么温度的水 其实都是冲一个适合的温度 用暖水去冲浴是最好的 排除了一些例如有皮肤病 不能用一些很热的水去冲浴之外 其实我们大部分时间 都是建议人士或者病人 去冲一个暖水的温度的量 今集好多谢翁医师詳盡的讲解 今集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